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2月10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财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 美国财政部今天宣布 拜登政府对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商汤科技 和两名在新疆的政府高级官员 实施经济制裁 原因是涉嫌侵犯人权 此举打乱了商汤科技 正在进行中的香港上市计划 美国财政部表示 财政部正在使用其工具 来揭露和追究严重侵犯人权的肇事者 并且指出商汤科技 应该对恶意使用技术而导致的 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财政部因此将商汤科技 列入政府的投资黑名单 禁止美国人购买该公司的股票 商汤科技正准备在香港证券交易所 进行7.68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 公司原定于12月17日下周五挂牌上市 今天原本是它定价的日子 但是受到美国禁令的影响 今天股票发行定价 没有按照原计划进行 美国财政部说 在申请专利时 商汤科技称 开发了可以确定目标民族的面部识别程序 特别是在识别维吾尔组方面 在申请专利时 商汤科技强调 它有能力在留胡须 或者戴太阳眼镜的情况下识别出维吾尔人 财政部同时还制裁了两名新疆官员 分别是新疆自治区的现任代主席图尼亚兹 和前任主席扎克尔 两人都是维吾尔人 财政部表示 在他们的任期内 新疆有超过100万维吾尔人 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成员被拘留 受制裁的官员将被阻止进入美国的金融系统 同时被禁止获得进入美国的签证 今天宣布的制裁名单还包括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公安厅 以及新疆的党委书记陈全国 成立7年的商汤科技 是世界上最大的 且估值最高的人脸识别 和计算机视觉公司之一 它通过销售软件来赚钱 这些软件被政府和企业 用于智能程式 监控和自动驾驶等应用 2019年10月 位于北京的一家商汤科技的子公司 已经被列入美国出口的黑名单 因为它参与了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镇压活动 商汤科技在此次的上市招股书中承认 美国是一个重大风险 可能会限制该公司购买某些技术 软件和零部件的能力 中国科技公司已经受到拜登政府 越来越严格的审查 因为他们被指控在帮助北京 执行新疆镇压方面发挥了作用 人权团体 分析人士和美国政府 对人工智能 人脸识别 和其他生物识别工具等尖端技术 被用来跟踪和监控维吾尔人 表示震惊 华盛顿指责 北京在那里实施种族灭绝 但是北京否认 所有关于新疆侵犯人权的指控 而其他的中国科技公司 包括监视器制造公司海康威视 和无人机制造商大江 此前也都被列入了 美国商务部的实体黑名单 该名单有效阻止了美国公司 向他们出售任何设备或零部件 上个月 拜登签署了一项新的法律 阻止一些被认为 对美国有国家安全风险的 中国科技公司 从美国电信监管机构 获得新的设备许可证 而上汤科技 现在是受政府投资禁令限制的 几十家中国公司之一 该禁令 针对的是政府所说的 属于中国的军工综合体的公司 这项禁令在去年由川普政府首次颁布 并且在今年6月由拜登扩大 财政部说 滥用技术 如利用科技进行侵犯性的监视 正在越来越多 并且威胁到所有人的安全 因此 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其他民主国家 对这些压迫性的活动 采取坚定的立场至关重要 除了阻止监控类的中国公司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还表示 刺激美国国内半导体制造业的立法 需要马上制定 以防止资金用于在中国的生产 雷蒙多昨天在纽约 接受彭博社记者采访时说 国会将决定他们想设置什么样的立法 或者他们想让商务部来处理 但是无论如何 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其目的是保护我们不受中国的影响 而相关法案的谈判正在进行当中 彭博上个月报道 拜登政府最近出于安全考虑 拒绝了英特尔公司在中国工厂 增加生产的计划 而英特尔则称 这是为了解决美国的芯片短缺 熟悉此事的人表示 英特尔曾经提议 利用中国成都的一家工厂来生产硅片 以此来缓解全球半导体供应紧张 但是在与拜登团队商议之后 英特尔在中国的增产计划被搁置了 与此同时 英特尔正在从美国的芯片法案中寻求资金 以扩大在美国的版图 雷蒙多说 长期的国家安全利益 比短期的利润更加重要 因此我们要仔细考虑我们做出的决定 美国公司在帮助我们推进国家安全方面 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同时他表示 如果在通过芯片立法方面出现重大的延误 那么对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后果 将是具有破坏性的 他强调 如果不能在圣诞节前完成 就必须在1月份完成 因为长期不面对这个问题的后果将会很严重 但是尽管有两党的支持 该立法几个月来一直处于僵局 11月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宣布了一项协议以制定一个可以在两院都通过的法案版本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结果 一位共和党参议员周三表示 时间表很可能会推迟到2月份 但是雷蒙多称2月份太迟了 商务部最近要求所有的半导体供应链上的公司 向美国提供信息以调查供应链瓶颈 台湾的芯片巨头台积电也提交了相关信息 此举引起中国的不满 自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战开始以来 投资者一直在试图衡量中美将在多大程度上脱钩 刚在美国上市半年的滴滴被要求从纽约退市 然而不要以为习近平在寻求金融独立 因为与此同时 北京正忙着欢迎华尔街的投行 进入大陆的金融体系 不希望中国公司去海外上市 又希望吸引外资来到中国 北京正在推行一种不对称的脱钩战略 那就是减少对西方的依赖 同时希望增加西方对中国的依赖 十几年前 当第一家中国公司于1993年在纽约上市时 跨境上市得到了北京当局的支持 当局承认美国市场有更加成熟的投资者 和更好的公司治理 内地监管机构甚至对可变利益实体 也就是VIE都视而不见 这使得大量的中国科技公司赴美上市 但是在过去的两年里 人们的情绪已经发生了变化 2019年 在纽约上市的阿里巴巴 就寻求在香港二次上市 据说是因为它受到了中国网络空间管理局的压力 要求其转移上市地点 因为北京已经看到了美国要求中国公司 披露审计细节的风险 但是它并没有切断与全球金融的联系 相反 它正在不断的开放大陆市场 邀请西方的银行 保险公司和基金经理进入中国 许多华尔街公司都获得了新的许可证 并且正在扩大中国的业务 自2019年以来 摩根大通对中国的跨境风险敞口 已经增加了9% 外国证券投资者持有的股票和债券 在过去的三年几乎翻了一番 达到了11万亿美元 2021年的前9个月 仍有超过1000亿美元流入大陆市场 中国希望它能同时拥有两个世界的优点 既获得全球的资金和技术 又在其直接监管之下 那么非对称性的脱钩提出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美国的做法是否有效 《经济学人》杂志指出 美国越是惩罚中国企业 无论是在美国上市的企业 还是购买美国高科技部件的企业 中国就越是能发展自己的能力 削弱美国的优势地位 并为第三国创造可利用的替代品 这可能使得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减少 而不是增加 另一个问题是 中国还将在哪里运用其不对称战略 在商品行业已经可以看到这一点 更多的交易可能发生在科技领域 中国正试图开发本土的半导体 离开对美国的依赖 但是中国最明显的依赖 其实是美国的货币 大多数的跨境支付都使用美国货币 这使得中国面临制裁和被排斥的威胁 如果习近平不能够容忍一家轿车公司 在纽约上市 那么可以肯定的是 他更加不希望中国限制于美元 经济学人大胆预测 习近平肯定希望在他的权力范围内 尽一切努力来开发一个美元货币的替代品 北京冬奥会除了面临各国的外交抵制之外 还有一大难题 那就是所有的运动员和官员 在航班大量减少的情况下 如何来到中国 北京奥委会主任张良今天表示 由于疫情导致常规客运航班的减少 确保参赛者顺利抵达 成为了每个人的关注焦点 组委会和民航部门已经确定了 以包机和临时航班为主 商业航班为辅的原则 他说已经有17家国内外航空公司 签署了提供临时航班的协议 每天有15个进港航班 从全球十几个枢纽出发 还有13个出港航班 航班计划已经得到确认 航班时间表也已经公布 他同时表示 参赛者应该在出发前往北京前 至少两周充分的接种疫苗 并且每天监测他们的健康状况 他们还需要在登机后的96个小时内 进行两次核酸检测 并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绿色健康码 而当他们到达北京时 将会再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同时奥运会将不会允许 中国以外的观众来参加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